法国当地时间5月16日正在进行的第67届贾纳电影节又迎来了一位巨星 他就是新晋奥斯卡影后凯特·布兰切特 那么作为《迅龙高手2》的配音演员 凯特·布兰切特降临了当天的红毯 而有意思的是 Angela Baby和赵又婷当天也是出现在了红毯现场 但是情况却有些微妙 布兰切特的亮相一如既往的高贵典雅 黑色长裙搭配彩色珠宝 女神真是穿什么都好看 当然更吸引眼球的是 《迅龙高手2》中的主角黑龙也来到了红毯抢风套 虽然他的出现让现场宝安如临大敌 但是对于摄影师来说 还有什么比美女与野兽的画面更美妙的呢 和凯特·布兰切特同时亮相的仇女背地 弗丽拉却倒霉地遭遇了真正的野兽 刚走上红毯竟然有男子突然钻到裙下去偷窥 红毯保安迅速地把这名男子架了出去 不过弗丽拉还是吓得花容失色 相比之下 Andra Baby和赵又廷的红毯走得略显尴尬 据记者获悉 两人此次是受某品牌邀约来到贾纳 一个黑色西装 一个白色连衣裙 这样的装扮放在国内任何场合似乎都无可挑递 但是国外媒体显然对这两位中国面孔非常陌生 当他们走到镜头面前 摄像机根本没有什么反应 而由于红毯嘉宾众多 今天Baby还不时被其他人撞到 甚至还有人让赵又廷冲当照相师帮忙合照 这个是多没有存在感啊 大部分时间都在梦游状态的两人 似乎意识到了自己这一招走得有点坑爹 随后倒也破罐子破摔 在为他人拍照之后 两人在红毯上也请求别人帮自己合照 所谓的到此游打开 一路坑爹到红毯末 Babby和赵又廷才跟集体被逼到角落的中国媒体相遇 他相同一久 此时正有种找到了亲人的赶脚啊 Babby Babby 安教Babby 这种轻轻的感觉一直延续到了临时同居的发布会上 面对来到加纳的华语媒体 Babby此次回答问题的尺度让人瞠目结舌 媒体也不客气了 上来就抛出猛的 请问Babby 传言年底结婚小明买了千万婚房 以及你已怀身孕 这些都是真的吗 你说结婚生孩子买房子 那应该是我最自己知道的事情 但是我自己都没看过那个报道 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写 但我可以在这里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那都只是写的故事 是假的 不要给他那么大的压力 随后面对记者的提问 当然大部分都是感情的提问 Babby通通有问必答大方谭小明 我喜欢他屌丝的一面 所以我觉得他屌丝的一面 其实专属于我吧 还挺有意思的 其实挺开心的跟他在一起 他非常的浪漫 也非常的 就是对人体质是非常的好 大方谭父母 他父母确实是人特别特别好 也特别容易跟年轻人相处 应该挺满意的吧 大方谭未来 我是特别喜欢小朋友 我觉得我这一辈子肯定会要生小孩的 但是也不急于现在吧 到最后连一旁的工作人员都听不下去 可能很爽 所以怎么问题都问完了 大概一口气把话说完 Angela Baby随后也如释重负 在美丽的贾纳海滩留下了活跃的倩影 反正也公开了嘛 现在想通通 就是一直躲着吧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 但是这事吧 还是有点起司机恐的味道 要说这次的发布会 Baby带着电影前来 该电影还有张家辉和郑秀文出演 但是在两人都被出席的情况下 一部电影要如何靠 贝比一人称偿 老板江志强一语道破天机 老板会不会很困扰 女明星宣传的时候 都有感情问题要跟大家讲 一点困扰都没有 又多越好 半年大一点就好了 新的在线 贾纳特别报道 是的 这个有问必答 话说我们的这个Angela Baby 除了有可能会解决人生大事之外 也有可能今年被所有的记者评为 是最配合最受欢迎的这个女艺人 女艺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